斗魄 指无上之境 第554集 是的 风暴就是拼命了 拼死也要将伊洛托住 一旦伊洛加入对孝战和南尔明的攻击 只削片刻 恐怕孝战和南尔明便会性命不保 他们这一组的战局就会立即结束 伊洛这队就会去围攻龙翼一组 后果不堪设想 剑语阻止不了伊洛 风暴只能以身为耳去拖住伊洛 为硝烟赶来偷袭 力争哪怕片刻的时间 伊洛不是不知道风暴是想拖住自己 也不是不知道 敌人越想的越要避免 是最佳的作战策略 不过他还是顿步转身 等着决然冲来的风暴 他的三个同伴缠战孝战南尔明二人 并不落下风 既然风暴要以卵击石 急着赶来送死 他又何不顺手先杀了风暴 夺了风暴的断剑呢 看着飞冲过来的风暴 伊洛散去了斗气护照 他的脸上是残忍的笑意 他的拳头紧握出汹涌的斗气波动 可风暴却在飞冲至距伊洛约十丈远处 夹然指出了 妈的 又想耍老子 伊洛有些恼了 他不想理会风暴了 想赶去那边 几下把孝战和南尔明杀了 可这个讨厌的家伙速度比他快多了 肯定会如影随形 缠跟着捣乱 凡人 娘的 跟着捣乱就跟着捣乱吧 也就耽误一点时间 弄到一起 正好一锅烩了 临转身前 伊洛恨瞪了风暴一眼 便是这一眼 伊洛打消了立即赶去那边的想法 他发现 风暴看似是看着他的 眼神中 却没有了刚才冲过来时的决然 也没有戏耍得逞后的戏谑 更没有想要拖住他的挑衅 而是 炯炯有神的发着量 那种 突然间明误了什么的量 哦 临阵顿悟 伊洛恨有兴趣起来 很好奇风暴究竟悟出了什么 能拖住他的办法 哼 七星出气而已 随你顿悟出什么 想要拖住七星巅峰的我 都是做梦 伊洛没有打扰风暴 他静静地等着 是的 风暴在这一刻 在剑道上顿悟 突破了 在逍遥宝库中 得逍遥帝君指点 风暴在剑道上 当时就有所悟 已经隐隐窥到了更高境界的殿堂 不过 只是隐隐能窥到而已 离突破到那个境界 还隔着一层 尽管那一层很薄很薄 是境界提升的最后一步 但这一步 也是最难的一步 即所谓瓶颈 突破境界提升的瓶颈 对于每一个修炼者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或慢或快 与修炼者的资质悟性有关 还与有无突破的契机有关 不一而论 对于资质普通者 境界提升的瓶颈 就如一道横跟着的天窃 平庸者 终其一生 也难以逾越 稍优者 以勤捕捉的话 也需靠常年累月 持之以横的沉淀 方可水到去成 对于资质优异者呢 境界提升的瓶颈 更像是一堵 朦胧透明的强化玻璃墙 没开那个窍 找准那个点的话 用再大的劲 也难以破墙而入 领略其后面 那绝妙的美景 一般的资质优异者 可能在生死之间 方得顿悟 堪称天才者 可能在巨大压力下 就得以开悟 只有绝世天才 才可能仅仅是 触类旁通的 以此灵光一闪 便豁然明雾 鸡都需要一个契机 说风暴是一个天才 或许有些言过其实 但他的资质 无疑是优异的 风暴现在就正处在生死之间 断剑虽利 伊洛有拳套斗技而全无忌惮 对伊洛行不成威胁 剑雨虽密 伊洛套个斗器护照 就足以无视 再炸开斗器护照 就能将剑雨尽数炸散 风暴还有什么手段 能阻止伊洛赶去孝战南尔明那边吗 没有 为了拖住伊洛 风暴唯由以身为耳 哪怕舍命 哪怕只能拖住伊洛片刻 这一刻 他只傲丧他的剑势 为什么不够狂猛霸道 如果他的剑势 能像他的飓风那样狂猛霸道 这个靠团队斗技提升到七星巅峰的单点斗地 还能视他的攻击弱无毒吗 不说抗衡住 纠缠住一会儿 应该不是问题吧 这种不惜舍命 也要拖住伊洛的决然 让风暴的心灵在刹那间 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 心声傲丧时 风暴感觉脑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冲破了似的 让他的身体都不由一颤 便是这机灵般的一颤 风暴的眼中有了悟到什么的一亮 对呀 我的风可以有温柔有狂暴 我的剑为什么就不能想清零就清零 想狂猛就狂猛 想霸道就霸道呢 顿雾 风暴紧杀住飞冲的身形 眼中也没有了伊洛的存在 完全沉浸在对剑道的顿悟中 断刃是并清剑 于是我一直认为 应以精妙清零的剑意与之配合 方为最佳 所以我的招式 全是在追求精妙的清零 难怪逍遥帝君说 我的问题在于过于拘泥于招式 未能尽随剑意呢 现在看来 我不仅过于拘泥于招式 还太拘泥于形式 我总想着手里拿着断剑 心就被手中断剑所付 如何生得出狂猛霸道的剑意呢 只要我做到如帝君所说的 剑随心而起 随意而发 意在剑仙 应该就能挥出像飓风木卷那样 狂猛霸道的剑意 而要挥出狂猛霸道的剑意 显然用重剑更为适合 风暴悟到这里的时候 根本没去想 他何来的重剑 似乎那完全不是问题 帝君说过 剑道重势 骑士展开后 就若滔滔江水一浪高过一浪 人随剑走剑增人势 只要对手断不了你的剑势 就必定会被困于剑势之下 久之必败 若我以重剑来施展像飓风木卷那样 狂猛霸道的剑意 载行江水的连绵之势 会是怎样的效果的 肯定会让这个七星巅峰的弹殿斗地 惊喜不已吧 风暴动了 高举断剑向天 断剑勃发出与以前淡青色光泽不一样的璀璨清光 旋即断剑周遭顿有风气刮成一道小飓风将断剑裹绝 透过飓风可以看见 断剑已经变成了一柄青色深幽的巨型重剑 改单手握剑为双手持剑 风暴的气势与之前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变得厚重了 看向依洛的眼神里也透着不该是弱者面对强者该有的灵力 依洛剑风暴所误 竟是将断剑变成一柄重剑 不由撇嘴冷嘲 哼哼 就误到改用重剑来拖住我 你觉得你可以和我比力量吗 哼 见过蠢的 没见过你这么蠢的 居然气长取短 简直鱼不可及 风暴轻轻一笑 是不是鱼不可及 你试试就知道了 第一剑 随着风暴的一声轻鹤 重剑斜着深幽的青光一批而下 剑势简单到可以说粗暴 哼 就这 依洛不以为然 迎着重剑轰出一拳 砰的一声 重剑力劈重拳 重拳猛轰重剑 一落稳力不动 可让一落大感意外而惊大了眼的是 风暴也仅仅是列起了两三步而已 竟没有如他以为那样 起码要狂喷鲜血倒飞 剑起 势便不能断 风暴刚稳住身形便轻贺一声 第二剑 又猛批出了重剑 剑势与第一剑一样简单 但伴有了劈啪的风暴声 又一声重剑与重拳对焊的砰的一声响 一落仍稳力不动 风暴还是列起了两步 但一落明显感受到 风暴这一剑不仅力道比第一剑大了不少 剑翼也狂猛了许多 第二剑比第一剑厉害了那么多 一落不禁掩饭惊艳之色 兴奋起来了 只想虐菜的人是成不了强者的 真正的强者 在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时都会兴奋 一落能修炼到七星后期 无疑是一位强者 虽然风暴这第二剑 还不能与一落的一拳势均力敌 但其较第一剑进步之大 这让一落比遇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还要兴奋 竟期待起风暴的第三剑来 第三剑 风暴批出第三剑了 还是一声重剑与重拳对焊的砰的一声响 一落还是稳力不动 而这次风暴只是身子晃一晃 脚下后裂了一步而已 一落更兴奋 也更期待了 第四剑 第五剑 风暴重复着同样的剑势 剑起剑落 后一剑承接上一剑的气势 剑势一次彼此狂猛 威力 一剑比一剑大 第六剑 第六剑批出了 骑士已若山崖倒落 依然是重剑与重拳对焊的砰的一声响 可一落已不能稳力不动 裂切了两三步才稳住身形 而风暴则稳力不动了 二人的情形掉了个个儿 好厉害呀 每一剑的威力竟然都比上一剑成倍提升 这小子居然悟出了这么强的剑法 一落仍然很兴奋 也很期待 因为这种每一剑的威力 都比上一剑成倍提升的剑法 他别说没见过 连听都没听说过 太长见识了 他感觉 如果他受化的话 接下去的第七剑 他还是接得下来的 可一想到第七剑之后的第八剑第九剑 他的神情就变得凝重了 而这时 风暴高举重剑 一声大喝 六剑铺垫 七剑始成 只有七剑吗 一落暗松口气 凝重之色顿消 可他的神情 马上又变得更加凝重 因为他看到 在重剑周遭 生出一个直径约三丈的风旋 他感觉到 风声乌笑的风旋里 正悬出令他惊骇的恐怖能量波动 再向重剑汇聚 让他不由心生出 死亡在向他招手的危机感 他紧忙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嘀吼 随着一落的这声嘀吼 他身上 响起一阵咔嚓咔嚓的奇异声音 下一刻 有一根根白骨刺破他的衣服 迅疾在他身上 交缠成一副白色骨甲 与此同时 他的白虎护臂全套 自行脱离他的手臂 在骨甲成形后 又自行带回到他的手上 骨甲一成 一落的气势陡然一声 其身后随即浮现出一只 在仰天咆哮的妖兽虚影 兽化 风暴眼瞳一缩 他的重剑只有七剑 或者说 以他现有的实力 只能连批出七剑 批出重剑前 他也没想到 这七剑的威力 是成倍叠加的 随着一剑一剑批出 第六剑后 他对宁静前六剑之势的第七剑 有了能重创一落的信心 如果一落掉以轻心 说不定 还能把一落斩鱼剑下 可现在 一落兽化了 防御力大增 要想重创一落 已绝无可能 之后 一落还会任由他再施展一轮吗 可紧接着 风暴的眼瞳又猛然一亮 以这七剑的威力 秒杀那三个 只有六星巅峰实力的丹殿斗地 绰绰有余啊 只要杀了那三个 一落马上就会调回七星后期 不说能杀掉他 和孝战南尔明一起抗衡住他 绝无问题 嘴角 欣其一抹狠笑 风暴心念一动 围绕着重剑旋转的风旋 突然下沉 卷着风暴 向孝战南尔明那边 快速而去 一落将整个心神都放在如何对付风暴的第七剑上 根本没想到风暴会突然弃他而去 当他反应过来时 风旋已经卷着风暴 到了那边战局的上方半空 风旋顿脸 风暴 批出了重剑 三个只有六星巅峰实力的丹殿斗地 正与孝战南尔明激战着呢 就被呼啸披下的三道剑气 齐齐秒杀 只发出半生凄厉的惨叫 便伸手异出 孝战和南尔明也惊愣住了 不敢相信风暴这一剑的威力 竟如此之大